我覺得蘇貞昌不懂治安 所以蘇貞昌 你先把你們新北市的治安 解釋一下好不好 好 我先解釋一下 蘇貞昌講這句話 其實讓我們很多警察局長很害怕 他們現在開始要拜託黑道 不要在酒店門口打架 要打去別的地方打 去別的地方打 因為你只要一打 我就有可能下台 所以他本來要 如果你做壞事他要抓你 現在他不敢抓你 因為他怕你 看你不爽的話 我就去那邊打個架 派兩個小弟打個架 警察局長就要下台了 我自己在我們家店門口 發生滋擾事件 你就要下台 所以警察局長就很害怕 現在非常害怕黑道 派小弟來亂 所以他講這個話 真的警察局長非常害怕 網路上已經有一個 好笑照片出來了 就是警察局長 拜託大家不要打架 你打贏了 警察局長要下台 你打輸了 警察局長也要下台 你們打架自我下台 所以已經有這樣的一個傳單出來了 要打架請去別的地方 不准在這個地方打 是非常誇張的事情 我們回到案件本身 你應該去了解一下 他打架的原因是什麼 到底跟警察局長有沒有關 一個警察局長 他養成大概需要25年 這是需要國家很多經費 或資源的栽培 才有可能到這樣的行政歷練 大部分人會在 不管是酒店 八大行業 KTV或PUB前面打架是什麼原因 很多都是因為喝酒 喝了酒之後 有時候就會理智下降 情感上升 一個看不對眼 兩邊可能就打起來 這是一種偶發事件 突發事件 你要警察怎麼去預防 其實是非常困難 他不可能派警力 就去全部的地方站崗 然後讓大家非常害怕 當然盡量可以做 可是絕對不是這樣子的做法 那惠友宜講得很好 惠友宜說 這不是警方的責任 這是整個市政府責任 甚至也是中央的責任 為什麼 你要考慮他打架的原因 今天他可能是什麼 他可能是因為我今天失業了 心情不好 然後我去喝酒 被人家看了一眼 我很不爽 所以我產生打架 他是失業才打架 失業是誰的問題 是政府沒有給他好的工作環境 他可能是失戀了 他可能是別的原因 怎麼會讓警察一個人來分擔 他這個是地方包括中央 整個社會環節 都必須要努力的 舉一個例子 新北市以前有一個政策 叫做幸福保衛戰 幸福保衛戰是協助 可以挖掘出一些飛行青少年 因為很多青少年他家裡出問題 比如說爸爸喝酒打媽媽 然後他就跑出來不上學 好 我們怎麼去找小朋友 跟超商聯合 讓超商可以提供這些小朋友 80塊的食物 小朋友一定是非不得已 才會去超商去拿免費東西吃 這個時候超商就可以發現 小朋友可能有問題 怎麼會需要這樣的服務 所以就記錄他的資料 然後去通報 發現原來小朋友 他是在一個有問題的家庭產生的 那就把他找到了 那就關懷他 把他導入正軌 他可能就不會在社會裡面 產生一個動亂的根源 其實一個治安的維護 應該是整個社會各個局處 中央地方一起的努力 而不是光靠一個警察局長 就要下來的 九合一選舉之前 我們在這個節目裡面有談到 台灣的治安已經非常的嚴重 發生在桃園的重大的刑事案件 發生在台北的民進黨 總部附近的重大的劍殺案 發生在 對 發生在新北市的 這個重大的無頭的命案等等 那時候台灣的治安已經很嚴重 可是問題是在當時 綠營的執政縣市首長比較多 我們看到當時的行政院院長 沒有挑起說 你這個治安有問題 就警察局局長 我就把你換掉的這種 中央跟地方的爭議 現在變成國民黨執政15加1 一個就是非國民黨的執政 民進黨只在六個的時候 蘇貞昌要展現說 警察局局長的人事權在我手中 我覺得這樣做又挑起了地方 跟中央之間的一個爭端 問題是在於地方的治安 到底是地方首長的權責 還是中央行政院院長的權責 如果你今天蘇貞昌已經強化了 說你各個地方 只要發生這些鬥毆的案件 警察局局長 我就把你換掉 所以從現在開始 從現在開始 全台灣的各地方的治安的責任 全部在你蘇貞昌身上了 已經不在於 你各地方政府的身上 各地方的縣市長的身上 試駕嗎 蘇貞昌 你跟大家解釋清楚 當你要強調 警察局局長的人事權 整個你都要抓起來的時候 我想請教 你各個地方政府的 所有的治安責任 全部在你行政院院長 還是地方首長要負責任 還是標負責任 我想這個道理很明白 地方首長當然要為他的 所管轄的區域的治安 要負完全的責任 剛剛又講到說 你整個治安的好跟不好 標跟本 你剛剛有提到本的問題 本的問題我們都很清楚知道 如果經濟狀況越來越好 犯罪力就會下降 這是社會學很多的理論 調查都已經出來的 經濟狀況越好 犯罪力就會下降 現在犯罪力會升高 跟經濟狀況不好 難道沒有關係嗎 這個部分裡面 請問一下這是中央的責任 還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責任 中央政府沒有把整個經濟搞好 讓整個經濟一直往下走 犯罪力一直上升 我們看教育這個部分裡面 我們都知道 失學的 錯學的越多 那麼治安的隱憂就越大 這個是地方政府的責任 還是中央政府的責任 我覺得這個部分裡面 還包括了社會福利的問題 也就是如果社福做得越好 我們都看到前段時間的 虐童的事件 虐童致死的事件 社會福利做得越好 家庭的問題能夠盡速的減低 犯罪力也就會下降 所以一個犯罪力高跟低 它跟很多的因素有關 本的問題要解決 這是中央政府要解決的 標的問題 你地方政府當然要解決 但是問題是在於 你蘇貞昌 你用你的中央的力量 要去更換說你做不好 你哪個地方有鬥歐 我就把你的局長換掉 你把地方的政府的首長 擺在哪裡 當時陳水扁不是就在抗爭嗎 你難道瞧不起陳水扁 你認為陳水扁的抗爭 是沒有道理的嗎 減錫坤當縣長的時候 不也在抗爭嗎 還有你最尊敬的陳定南 當縣長的時候 不是也在抗爭地方的 警察局局長的人事權 怎麼可以由你中央來定 那你把陳定南擺在哪裡 我是覺得你蘇貞昌 當你要展現說 你的人事權都在我手中的時候 你去問問陳水扁的態度 問問減錫坤的態度 問問已經過世了陳定南 他當時怎麼去抗爭的 這樣的一個態度 我覺得蘇貞昌不要想辦法 等到你今天民進黨 在地方縣市首長 失去政權以後 你就要想辦法 要把權力往你中央來抓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很不對的事情 προ題材 敬礙